我们求智慧从哪里求 求智慧从禅定当中求 先求无知 老子知道啊 叫你先求无为 然后你才能无所报应 那个作用就大了 那个能量确实扩张到变发界去空间 薄弱无知 其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 所以平常那个心要清净 因念不深 那境界现前的时候 没有一样你不知道 这样才能够转境界 所以境随心转了 就这个道理了 业员里面一定不能少过其他的 所以发发皆尔 任何业发都如是 所以任何业发它是平等的 任何业发它都是重要的 没有一个不重要 在一切发里头 任何一个基本粒子都重要 在整个变发界去空间 它决定少不了它 这一个基本粒子 可以在人身上 也可以在植物身上 也可以在矿物里面 它是动的 它不是一个禁止的 它能够在过去 也能够在未来 它超越了时空 这活动超越时空 出现的时候 我们晓得是个幻想 它消灭的时候 就回归自信 就像这佛在经上 用大海做比喻 自信向大海 这些现象呢 这些现象就像 海水里面起的水泡一样 水泡又生又灭了 生起的时候 从海水生 灭的时候还跪大海 所以佛说这个现象 叫不生不灭 那么佛实际上 用这个水泡跟这个海水来比喻 其实就是这个量子学家 讲的小光子 小光子生灭速度太快 怎么生的 从心 体就是自信 自信的一念动了 出现这个东西 这个动熄掉的时候 这现象就没有了 速度太快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 我们看到是 累积的连续像 累积连续像 所发生的这种现象 无不互并相似 精云 知已一 古中 知已重 古一 这两句话是经文 是佛在经上说的 知什么 知就是觉 不知就是谜 你真 你真明白了 觉悟了 一皆是多 多皆是亿 一皆一切 一切皆一 因为 因为 并发界 虚空界 我们讲 实发界 一真状元 诸位更好 更容易体会 实发界 一真状元 就是夜 这个夜 在佛法里面 讲 微疼 互并相知 而疼 那么现在 量子力学 就叫做量子 量子的单位 就是小光子 这一夜 没有第二样东西 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你就知道 不管组成什么样的物质现象 它完全平等 没有差异 祝福菩萨跟凡夫 差别就是 就迷不一样 佛 叫我们 救 我们本来是救 现在灭了 怎么样回头呢 看破 看破 放下 所以还原观 莫厚 就是叫我们 无止 六观 止是放下了 观是看破 看破是 了解 四世 真相 真正了解了 无论什么现象 现前 你不会起心动念 自信 本定 这种状况 状况 般若经上讲的 般若无止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叫 根本止 般若无止 是根本止 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止 这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们求智慧 从哪里求 求智慧 从产定当中求 先求无止 老子知道 叫你先求无为 然后你才能无所不为 那个作用就大了 那个能量确实扩张到 变发界续空界 薄弱无止 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止 所以平常那个心要清净 因应不深 那境界现前的时候 我以为一样你不知道 这样才能够转境界 所以境随心转 就这个道理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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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尻陀佛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